而一个全世界一百大企业的乐高 在哪一个地方呢 你可能想像是一个大城市 它是一个小镇 只有六千人口 有三分之二的员工都在这里上班 幸福啊 这在全世界都称得上罕见 丹麦中部的比朗镇 是因为一家公司而发迹 从渺无人烟 演变成今日人口六千多的小镇 这家公司就是乐高 这栋红色的建筑 可说是乐高的诞生地 房子的主人欧雷 在1932年开始制造玩具 不过当年它的素材是木头 1945年后 他想起来的素材 他想起来的素材 他听到新的材料 是一个製造的材料 他听到新材料 是一个製造的材料 那是製造的材料 今日乐高成了一方之霸 产品行销全球130多国 2013年乐高生产了 550亿颗基木 堆起来可直达月球 地球人平均每人 拥有94颗 堆砌出这些令人 折舌数字的乐高 总部仍设在 这个偏僻小镇笔廊 比朗最热闹的中心区 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完一遭 看不到时髦的店面和餐厅 倒是随处可见乐高的痕迹 连公园旁的雕塑 也有U型手的乐高人偶 比朗是一个小玩意的城市 比朗的店家更体认到乐高 对他们的意义 当然乐高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 在这个小地方 我们没有这么多店银 我们没有这么多店银 所以我们很满意 随着乐高的发展 1950年代 比朗仅有500位居民 近日则增加至6000多人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 都在乐高任职 乐高不但提供就业 甚然也是居民的游乐场 总部外 堆叠了三大块放大版的乐高积木 几个小女孩 一溜烟从对街直奔而来 不由分说 三两下就爬了上去 这显然是小女孩的秘密基地 不一会儿 他们各自就定位 像要举行秘密会议 在比朗随便一问镇上的人 若不是在乐高工作 就是有亲戚朋友任职乐高 我认为有很多朋友和朋友 和家庭工作 在乐高 对 那你怎么说 你的父亲 他们在乐高工作 我父亲在乐高 我年轻的 25岁的安德森 是市中心一家体育用品店长 在比朗土生土壮 他说喜欢这里的安静 不曾想要离开 不再来 但我做了 是个孩子 是个孩子 我有一大小的雷格 所以我可以 在桌上 然后我可以 建立所有的东西 这就是雷格的最棒的事 是什么想要建立的事 在乐高之次 小小的比朗 却拥有权单卖第二大的机场 比朗机场是乐高第二代接班人所见 不过在机场大厅绕一圈 却看不到LEGO的标志 只有几座乐高机木堆成的装饰 全世界七成以上的乐高机木 都在这里出货 除了运货所需 当初建造这座机场 也是为了载运 从丹麦各地前来乐高乐园的游客 1968年 全球第一座乐高乐园 就盖在机场附近 不过我们二月底到访时 这间门口的乐高人偶迎接 大门却深锁 原来乐园在冬季不对外开放 没有游客的乐园 显得格外冷清 开幕时的轰动已不复减 乐高集团先前不堪连年亏损的压力 为了倾注全力在积木本业 2005年把乐高乐园 卖给了英国的Merlin Entertainment 但比朗的乐高乐园 仍是丹麦除哥本哈根以外 最大的观光景点 有些类型的帽子 然后孩子们要找到帽子 然后你可以拨开 然后这些都充满了 Lego枝 乐园附设的旅馆倒是一年四季开放 我们参观了海盗主题的房间 里面一切城设全是乐高积木组成 常伴随海盗的鹦鹉 丛林大蜘蛛 窗帘上的蜻蜓和蝴蝶 火把 乐高迷孩童若入住这里 大概会兴奋到难以沉眠吧 说穿了 比朗镇全因乐高而存在 市中心附近的文化中心 也是乐高捐赠的 Lego has paid for this building and when we have rebuilt making it bigger they also have paid for 50% of it and a lot of other houses not private houses but swimming halls and so on we have also for the horses it's also paid by Lego 所以Lego gave a lot of money back Lego 市中心正大新土木 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里要建一栋乐高之家 容纳多个展示区 咖啡馆 还有乐高积木零售店 乐高之家占地超过2000平方公尺 预计2016年竣工后 将进一步行锁比朗的面貌 届时比朗的乐高味 可能只会更浓了